Odia Jungle Odia Jungle 最近大家可能关注辽宁舰比较多一点 毕竟辽宁舰正在南海进行例行性训练 而且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也已经抵达南海 所以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本以为辽宁舰会像往常一样 也就是进行南下训练 走一圈就回来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辽宁舰次带领多达40多艘舰艇 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训练 或许也是为了回应美国导弹驱逐舰擅自闯入我们南海岛礁附近 但是似乎美国海军在亚太的部署兵力依然非常强大 毕竟还有三只航母战斗群 外加一个两栖攻击舰编队 共有58艘舰艇部署在西太平洋和南海 相对于我们的40多艘来说 显然数量更大 但是毕竟都在我们周边海域 美国海军实力即便再强也于事无补 而且真动其手来美国再多的舰艇 在火箭军的狂空滥炸之下安有完卵 继上个月我国89号保障船已经抵达大连之际 002航母又有了新进展 002航母的左舰下方已经吊装了三艘快艇 而且整个舰岛位置已经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红旗石防空系统和1130进防火炮的真容 本来之前还是被覆盖的 现在已经全部揭开了面纱 002航母早在上个月 脚收架就全部拆除殆尽 当时大家纷纷猜测 002航母会选择在三月底或者四月份进行海誓 虽然说最终没有选择在三月底进行海誓 那么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四月份 毕竟4月23日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年毕竟是我国海军建军69周年 如果选择在这一天海誓 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意义非常大 毕竟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 完全代表了我们有能力建造大型水面舰艇 而且最近的002航母甲板 我们会看到很多个箱子放在甲板上 工人也正在加紧搬运 似乎是生活用品和吃的东西 4月23日海誓过程必然 现在的002航母整个舰岛和关键性武器装备 全部暴露了出来 显然是在做海誓前的最后准备 海誓的时间一般是一年左右 还要是情况而定 所以002航母最快或许会在年底正式服役海军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拥有两艘航母 估计明年的这个时候 如果再在南海进行大规模训练 那就是辽宁舰和002航母打对攻的训练了 估计那时的规模会远大于我们今天的40多艘舰艇 非常的期待 只不过在002航母即将海誓之时 美国媒体似乎不屑一顾 毕竟与美国这样的航母强国相比 我们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在美国媒体眼里 那个国家的武器不被看衰 只有你美国的武器是天下无敌的 别人的武器只要厉害一点 那就是吹出来的 歼20和东风21B就是很好的例子 美国国家利益虽然似乎并不认可我们的第一艘航母 而且在美国媒体眼里 002航母和辽宁舰一样没有战斗力 而且美国媒体说这样的航母早就扔垃圾堆了的说法 还是有点过了 被美美这样看衰 或者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与美国航母的差距 一上来也不能指望太多 等到003航母004航母出来的时候 看看美国是不是一样看衰